中国的猕猴桃 被新西兰做成了年产值1700亿的大产业 它们是如何做到的 猕猴桃起源于中国 在1904年的时候 猕猴桃被一位新西兰女士带回了自己的国家 交给了一位果农 果农将种子进行培育繁殖 并且将其称为奇异果 从此 猕猴桃就在新西兰扎根下来了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 小小的奇异果在新西兰发展壮大了 如今奇异果成为新西兰的一张响当当的名片 深受人们的喜欢 并且被新西兰做成了年产值1700亿的大产业 产品畅销全球 带有中国血统的奇异果 到了新西兰却被做成了大产业 它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进入精彩内容之前 麻烦新来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一下 每天都能免费收到精彩的内容 奇异果在新西兰的发展壮大 并非一帆风顺 中间经历了很多波折 我将其总结为三个阶段 它们在波折中不断总结调整再总结 最终将其异果做成了世界品牌 第一个阶段是1920年到1952年的起步市众阶段 从小规模的市众到规模化种植 这段时间发展得比较顺利 1952年第一批奇异果开始出口到英国 深受英国人民的喜爱 从此新西兰果农就开始扩大种植规模 第二阶段是1952年到1988年的快速扩张阶段 1952年第一批出口到英国的奇异果 受到英国人的热捧 而且需求量越来越大 这给了新西兰果农很大的信心 于是他们开始扩大种植规模 从1952年的1000公顷迅速扩张到1988年的10580公顷 产量也大幅增大 不过由于种植面积小于5公顷的果农占80% 果农数量庞大 导致奇异果品质参差不齐 果农之间相互拼价 再加上最大的海外市场 美国实行反倾销 奇异果开始卖不出去了 最终70%果农的果子都烂掉了 损失十分惨重 第三个阶段是1988年到现在的打造品牌阶段 有了前面那次惨痛的遭遇 为了尽快走出果子 卖不出去的困境 果农们自发联合起来进行自救 并开始注重品牌的打造 新西兰政府对果农们打造品牌的行为大力扶持 并成立了统一组织新西兰奇异果营销局 由营销局进行全方位的管理 从培育 栽种 采收 包装 物流 出口等进行统一设计规划 慢慢的奇异果的出口量又开始大幅增大 摆脱了困境 经过几年的发展 为了更加高效的管理 新西兰奇异果营销局改名为加配新西兰奇异果国际有限公司 并推出统一品牌Zestri 从此变成了企业经营管理 公司股份由2700名果农所拥有 推出了更有激励性的种植生产分配 利润分配的合理机制 果农们更有干劲了 现在奇异果在全球的销量新西兰占到33% 年产值达到了1700亿人民币 而且我国作为奇异果的发源地 现在已经成为新西兰奇异果最大的市场 让人哭笑不得 更多的是让人佩服 同时也带给我两点思考 第一点 我国农产品目前的状态很像新西兰奇异果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处在产量大 品质参差不齐 无序竞争的状态 果农们的利润比较低 甚至滞销亏损 我没有必要学习 加配公司的经营管理模式 第二点 一个产业要想做大做强 不能单打独斗 要抱团协作 统一品牌 统一规划 统一管理运营 强力打造品牌 提升品牌的一家能力 一个具有中国血统的水果岳阳 成为一个国家的传奇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内容不错 请点击关注 屏幕下方点赞 评论并转发 我们下期见